这个90岁的糟老头正为自己说亲 而说亲对象却是个8岁的小女孩 女孩舅舅接过厚厚一打彩礼 承诺结婚当天一定会将女孩带去 随即将老头送到门外 这是天真烂漫的迪塔 正开心地往家里跑去 乃至一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盒 舅妈害怕迪塔发现自己 将她卖给糟老头的事情败露 急忙将她拉到一旁训斥 而迪塔却误将糟老头当成自己的未来公公 想问问她自己的准老公 有没有答应自己的婚前写一书 难道8岁的迪塔真的答应嫁人了吗 这事还得从迪塔的寡妇妈妈说起 半年前迪塔的父亲意外身亡 她和母亲寄住在舅舅家 可舅妈却处处针对他们 还经常当着迪塔的面辱骂迪妈 像你妈妈这种寡妇 丈夫死后就会被剔成光头 衣服也只配穿白色 只是因为她没能力保护丈夫健康 迪塔很不认同这种观念 处处和舅妈顶嘴 黑心的舅妈与舅不想带着俩脱油瓶生活 就说服迪妈答应将迪塔嫁出去 可他们隐瞒了遭老头的真实情况 只说对方家境殷实 迪塔嫁过去肯定不会吃苦 而且寡妇的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亲 难道你要迪塔因为你终身不嫁吗 软弱的迪妈没有办法指的答应 小小的迪塔还不懂什么叫结婚 她只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我能带着你一起嫁人吗 迪妈一脸的为难 她教育迪塔女人结婚后 就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放弃个人的生活 去照顾丈夫的家庭 这是社会对女人的传统要求 迪塔还不管这些 既然顽固的妈妈说不通 那只好找准丈夫商量了 迪塔将村里会写信的小朋友绑了起来 威胁他们给自己写个婚前协议书 第一必须同意她带着妈妈一起嫁人 第二每天要为她提供很多美味的甜品 如果不答应她就不嫁人了 迪塔一路小跑将信件交给了邮差 还仔细叮嘱她一定要将信寄到准丈夫手中 乃至这封信却阴差阳错落在了一个富二代手中 男孩叫鲁德是当地首富的儿子 冯晓在伦敦留学的他 十分超前还有一个青梅竹马明依 这天两人刚要去运动 恰巧碰到送信的邮差 而迪塔的那封信不小心掉在地上 随即被鲁德捡起 鲁德从信中了解到迪塔的情况 作为新时代的男性 他无法接受这种婚姻发生在一个女孩身上 于是写了一封劝阻信 他希望迪塔结婚只为了自己 如果有人强迫他结婚 可以找身为律师的自己帮忙 随即将信回寄给了迪塔 乃至这封信被迪塔舅舅截胡 为了让迪塔尽快完婚 舅舅欺骗迪塔说 这封信是他为婚夫回忌的 也答应了他提的两个条件 单纯的迪塔听后安心地准备婚礼 乃至迪塔结婚这天 舅妈为了面子 竟将女儿夏兰的婚礼安排在了同一天 更可气的是 为了防止迪塔在婚礼中捣乱 他将民药放在食物中喂给了迪塔 这是舅妈第一次给迪塔喂饭 单纯的迪塔毫不犹豫全都吃完了 乃至刚起身他就投玉木炫 随即被舅妈抱着抬出了门 此时富二代鲁德居然也来参加了婚礼 原来夏兰要嫁的人 正是鲁德家的仆人大山 鲁德和大山关系不错 才被邀请参加婚礼 当鲁德看到昏迷不醒的迪塔 被抬到糟老头的面前时 他决定要阻止这一切 八岁小女孩昏迷中被迫举行婚礼 而丈夫却是个九十岁的糟老头 谁知婚礼刚完成一半 就见老头呼吸困难双眼翻白 随即倒在地上当场暴毙而亡 老头的家人无法接受喜事变成白事 纷纷将罪责推到八岁新娘身上 说她是个不祥之杖 才刚刚结婚就把老头吓死 迪塔的表姐夏兰件事情不妙 想急忙带她离开现场 可老头的家人又怎么会善罢甘休 他喊听两人说道 按照当地习俗 丈夫去世后妻子也应该殉葬 所以迪塔必须和老头的尸体完成最后的仪式 然后以妻子的身份为老头殉葬 迪塔舅舅顿时慌了 他说迪塔会以寡妇的身份生活 但不应该被殉葬啊 可老头的家人却搬出当地族规 妻子如果不是贵族姓氏 或者怀孕游子 就必须要为丈夫殉葬 围观的村民们纷纷点头同意 他们不能为了一个孩子破坏族规 迪塔舅舅面对村民们的指责只能答应 迪塔就这样与老头的尸体一起被带到祭祀现场 关键时刻 富二代鲁德挺身而出 他抡起棍子和村民们对峙 一直被关押的嫡妈也跑了出来抱住女儿 鲁德将油箱批翻 再用火把点燃熊熊烈火 他指责众人为了所谓的足棍 居然要杀死一个孩子 舅舅恼羞成怒说道 如果迪塔不死 那寡妇的生活他更加难以承受 他会受到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打压嘲讽 鲁德快要被这种腐朽的思想气疯了 当场表示自己愿意当迪塔的监护人 保护他健康长大 让他学会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老头的家人怒气宫心 他质问鲁德以什么身份保护迪塔 他们资格替鲁德说话 男人们一步步逼近鲁德 此时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男性权威已经疯了 鲁德眼看着鲁德母女即将命丧于此 随即将朱砂放在鲁德额头 众人一脸蒙圈 此时的鲁德更加蒙圈 明明是来参加婚礼的 怎么突然就变成自己举办婚礼了 看着四周依旧虎视眈眈的村民们 鲁德只得继续婚礼一事 此时鲁德终于醒了 鲁德尴尬至极 根本无法直视小迪塔 一无所知的迪塔却将鲁德 当成了先前舅妈给自己找的那个未婚夫 村民们看着鲁德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说道 难道他要临阵脱逃 让迪塔成为被抛弃的女人吗 鲁德气得立刻将花环带在迪塔脖子上 迪塔拿着花环蹦倒了好几下 随即一把掐住鲁德的大腿 趁鲁德吃痛弯腰的功夫 成功将花环带在他头上 随后两人一起完成了所有的婚礼仪式 迪塔坐上鲁德的汽车跟着他一起回家 鲁德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整个人都麻了呀 他该怎么和家人交代 又该如何与青梅竹马的米妮交代 乃至迪塔刚进婆家门 就惹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八岁神女嫁给印度首富的儿子 他开心地拍着手掌 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可富二代却一脸不爽 十分敷衍地完成婚礼后 就带着女孩迪塔来到豪华别墅门口 此时迪塔已经睡得呼呼作响 富二代鲁德只好独自回家 家人们得知鲁德不仅偷偷结了婚 而且结婚对象还是个八岁小女孩 鲁爸气得上来就想一巴掌 却被鲁叔急忙拦下 鲁爸丢不起这个人 气得直接离开 此时车内的迪塔却醒了过来 他一脸蒙圈看着四周 随即来到别墅门口 挽起了门口的控制灯 对于贫民窟长大的迪塔来说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好奇极了 他盯着大吊灯不禁感叹道 原来晚上也可以这么明亮啊 不明的小女孩成为我们鲁家的儿媳妇 更不会让他踏入鲁家的门楣 此时小迪塔刚好进入屋内 不明情况的他还试图帮鲁德解围 可鲁家人都充满敌意地看着他 迪塔低头看了下自己的脚 随即退到门外 在印度新媳妇到了夫家 必须进行入门仪式 才能真正踏入屋内 可如今的鲁家人哪有心情搭理迪塔 鲁德只好让管家先把迪塔带回自己的书房 来到书房后 迪塔顿时手脚痒痒 好奇地东摸摸西瞧瞧 很快就闯了大祸 当他看到鲁德穿着绿湿服的照片后 忍不住模仿他的站姿 眼神里装满了崇拜 此时鲁德站在阳台 看着自己为了表白而布置的现场 整个人欲哭无泪 原来鲁德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米妮 他本打算今晚正式向米妮求婚 可他却背叛了彼此的誓言 娶了别人当老婆 正当鲁德沉浸在悲痛中时 迪塔高高兴兴地逛到阳台 管家快紧张死了 催促迪塔快点离开 可迪塔却试图摆起女主人的架势 我是女主人 你无权命令我 这是我舅舅教我的 这些话传到鲁德尔中 既气愤又无奈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鲁莽的恶果 迪塔什么都不知道 可压抑了一天的心情 在迪塔的呱躁声中终于爆发 八岁神女嫁给印度首富的儿子 他开心地拍着手掌 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可富二代却一脸不爽 十分敷衍地完成婚礼后 就带着女孩迪塔来到豪华别墅门口 此时迪塔已经睡得呼呼作响 富二代鲁德只好独自回家 家人们得知鲁德不仅偷偷结了婚 而且结婚对象还是个八岁小女孩 鲁爸气得上来就想一巴掌 却被鲁叔急忙拦下 鲁爸丢不起这个人 气得直接离开 此时车内的迪塔却醒了过来 他一脸蒙圈看着四周 随即来到别墅门口 挽起了门口的控制灯 对于贫民窟长大的迪塔来说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好奇极了 他盯着大吊灯不禁感叹道 原来晚上也可以这么明亮啊 而屋内的鲁德却被鲁叔训成狗 我们不会接受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女孩 成为我们鲁家的儿媳妇 更不会让她踏入鲁家的门楣 此时小迪塔刚好进入屋内 不明情况的他 还试图帮鲁德解围 可鲁家人都充满敌意地看着他 迪塔低头看了下自己的脚 随即退到门外 在印度 新媳妇到了夫家 必须进行入门仪式 才能真正踏入屋内 可如今的鲁家人哪有心情搭理迪塔 鲁德只好让管家先把迪塔 带回自己的书房 来到书房后 迪塔顿时手脚痒痒 好奇的东摸摸西瞧瞧 很快就闯了大祸 当他看到鲁德穿着绿湿服的照片后 忍不住模仿他的站姿 眼神里装满了崇拜 此时鲁德站在阳台 看着自己为了表达而布置的现场 整个人欲哭无泪 原来鲁德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米妮 他本打算今晚正式向米妮求婚 可他却背叛了彼此的誓言 娶了别人当老婆 正当鲁德沉浸在悲痛中时 迪塔高高兴兴地逛到阳台 管家快紧张死了 催促迪塔快点离开 可迪塔却试图摆起女主人的架势 我是女主人 你无权命令我 这是我舅舅教我的 这些话传到鲁德耳中 既气愤又无奈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鲁莽的恶果 迪塔什么都不知道 可压抑了一天的心情 在迪塔的呱噪声中终于爆发 怒气一发不可收拾 鲁德肆意地打杂着身边的一切 这可把迪塔给吓坏了 急忙逃离危险现场 小迪塔不明白鲁德为什么会发脾气 他喃喃自语说 等把妈妈接过来后 一定会向他告状 随即又偷偷摸到厨房 想找点食物填饱肚子 他将一个锅底荡成凳子踩在上面 就想取出柜子里的食物 可身高是硬伤 一不小心却将毯子打翻在地 声音引来了众人 鲁叔恶狠狠地看着迪塔 迪塔小心翼翼地解释着 一旁的鲁德于心不忍 主动帮迪塔解围 并给他准备了个式美食 就在迪塔享受得来不易的美食时 鲁德主动来到父亲身边 并向他为自己的鲁马而道歉 乃知鲁爸却一反常态 表示十分理解鲁德的所作所为 还拼命给鲁德灌酒 看着儿子已经不省人事后 鲁爸终于露出真面目 他完全无法接受迪塔成为他的儿媳 既然迪塔之前已经是个寡妇 那就作非这场婚姻 让他再回到寡妇村就行了 于是他喊来几个寡妇 强行将迪塔给带走了 印度这群光头寡妇们疯了呀 居然绑架一个刚结婚的八岁小女孩 要把他也剃成光头 再带到寡妇村供奉成真结神女 这女孩倒不慌不忙说着 我老公一定会来救我的 乃至一个男人真的非一般冲了过来 毫不犹豫跳入水中 等他爬上船后大声怒斥这群寡妇 谁让你们绑架他的 他可是我的 妻子这个称呼实在难以启齿 可迪塔却很自然地接过话 鲁德表情尴尬 可这时为了救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两人回到家后 鲁德正是向家人们表明迪塔的身份 虽然结婚这个决定十分匆忙 但从今天开始 他将会是我一生的责任 鲁叔却说出问题的关键 无论你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 可在外人眼中 迪塔就是你的妻子 你必须要给他妻子的地位和权利 鲁德还在自我挣扎 他并不承认迪塔是自己的妻子 两人只是监护人的关系 鲁霸气的天灵盖都炸了 他警告鲁德一定会后悔这个决定 他的名声以及自己的幸福 都会葬送在迪塔手上 而此时的迪塔却拖着行李 左右寻找自己的房间 当他看到鲁德照片后 确认这就是自己丈夫的地盘 开开心心打开包裹 将自己的玩具娃娃 分布在房间每个角落 又将小裙子铺满整个大床 然后心满意足睡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一无所知的鲁德洗碗早来到房间 随手拿起香水刚想喷上身 转眼却发现是个小玩具 再回头一看 自己的地盘已经被迪塔的物件全部霸占 他除了无奈就是无奈 这时梦里的迪塔却瑟瑟发抖地喊着妈妈 鲁德于心不忍 悄悄给他盖上被子 随即拎着枕头来到客厅凑合一晚 第二天迪塔刚起床表情就变了 因为他居然尿床了 此时鲁德的弟弟卢小弟正在门外 迪塔快要愁死了 新婚之夜居然尿床了 这事要是让婆家人知道了 自己的面子可就碎得稀烂了呀 于是他急忙收拾好干净的衣服 再用枕头和被子掩盖好犯罪现场 打算来个逃之夭夭 他先将衣服鞋子扔到地上 再顺着被单爬下了楼 跟着附近的妇女们来到河边 正当迪塔为了一堆衣服而忧愁时 表姐夏兰及时赶来 还主动帮迪塔清洗衣服 此时鲁家却炸开了锅 众人得知迪塔不见后 急忙四处寻找 鲁德着急忙慌打开房门 迪塔在前一秒顺利翻墙进屋 面对迪塔造成的混乱 鲁德只得压下怒气 训斥管家下次检查仔细点 并叮嘱他打扫房间 迪塔害怕尿床的事情被发现 急忙找借口说 这里是我的房间 我不想出去 鲁德一脸无奈指的表示 以后这里留给迪塔居住 自己搬去书房 带众人离开后 迪塔趴在梳妆台一脸忧愁 该怎么把尿床现场销毁呢 无意间他打开了鲁德的香水 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淡淡的香味 迪塔集中生智 立刻拿着香水对着犯罪现场一顿猛喷 此时楼下的鲁家人 还在为迪塔的出现而争执不休 作为一家之主 鲁叔认为既然迪塔与鲁德的婚姻已成事实 就必须让他与鲁德完成入门仪式 然后介绍给家族所有人 这事可把迪塔开心坏了 因为只要完成入门仪式 他就可以将妈妈接过来住了 于是仪式这天 他隆重地给自己打扮了一番 这天他擦了香香 化了美美的妆 准备参加自己的婚礼 乃知富二代丈夫怒气冲冲看了他一眼 随即将心腹入门仪式的粉末打翻 还将棺里的亲戚们全都赶走 告诉他们自己与迪塔并不是真正的夫妻 迪塔无措地看着人们散去 想起结婚前和母亲约定好 等入门仪式结束后 就可以与他团聚 可如今一切都毁了 迪塔躲在桌子下难过地啜泣着 呼声引起鲁德的注意 他默默坐在迪塔身边 孩子的情绪总是那么直接 迪塔指责鲁德说话不算话 鲁德一脸不可置信 他这才明白 原来当初自己无意间捡起的那封信 居然是迪塔写的 他不明白自己与迪塔的这种缘分 到底是好是坏 可看着迪塔哭成小泪包的脸 他最终还是心软 答应与他一起举行入门仪式 两人先后将自己的红手印印在白布上 自此迪塔正是拥有鲁家儿媳的身份 三天后 鲁德开车带着迪塔和夏兰夫妇回门 村里的孩子们看到汽车后 都兴奋地追在后面 迪塔开心地和小伙伴们打招呼 还约定等会儿就找他们玩 舅妈看着迪塔穿金带银 而自己闺女却一身朴素 心里的酸水都快一出来了 而迪塔将食物分享给小伙伴们后 就急切地催促舅妈 赶快完成回门仪式 他迫不及待要见妈妈 舅妈一脸不爽 可爱于鲁德的面子 只能压下怒气照办 仪式完成后 迪塔带着鲁德来到房内找妈妈 鲁德看着简陋的房间 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迪妈见到女儿后面上去并无喜悦 原来就在昨晚 鲁叔悄悄找过迪妈 希望迪妈能劝说迪塔 是光彩的行为 迪妈又何尝听不出 鲁叔嫌弃的口吻 只得忍气答应 所以今天她面对女儿的热情 不知该如何回应 迪妈送给鲁德一个金戒指 作为女婿回门的礼物 鲁德内心五味杂陈 她明白这对于一贫如洗的迪妈来说 应该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一旁的迪塔却开开心心的 盘算着将妈妈接过去的好生活 迪妈不知该如何应对 只得先将迪塔支了出去 随即告诉鲁德自己 不能随女儿离开 她谎称自己接受不了别人一样的眼光 也不想自己成为别人指责迪塔的把柄 鲁德并不接受这些理由 在她看来 没有什么理由比母亲陪伴女儿成长更重要了 而此时被赶出来的迪塔 无意间看到小树林里的夏兰和大山 懵懂得她错把两人亲密的举动 看成大山在欺负夏兰 怒气冲冲地跑回去找鲁德告状 鲁德也没有多想 当众质问大山为什么对夏兰实行暴力 大山当场就懵了呀 迪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了出来 俩人听后脸色尴尬至极 大山将鲁德拉到一旁解释 鲁德得知闹了个大乌龙后 忍不住哈哈大笑 随即才意识到 迪塔对于男女关系的认知多么浅薄 于是她带着迪塔来到家里的小牛前问她 当你抚摸小牛时她会有什么反应 迪塔理所应当地说 她会很开心地舔示我 因为我很爱她 鲁德听后欣慰地笑了 又接着引导迪塔问道 当我们试图触摸一只蝴蝶时 她却会立马飞走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迪塔抢先回答说 因为这是她不喜欢的触摸 鲁德听后耐心地向迪塔解释 当一个人触碰你时 你并不反感 那是因为行为中带着爱 这就是好的触碰 如果一个人触碰你时 你会反抗难受 那这就是不好的触碰 迪塔按照鲁德的教育 回想着之前看到大山与夏兰触碰的场景 顿时明白 两人当时并不是在打架 因为夏兰脸上是幸福的 鲁德一招现学现脉 让懵懂的迪塔 能够分辨出人与人之间 身体接触的好坏之分 一旁的迪妈欣慰地看着鲁德 看来自己的傻闺女是遇到好人了呀 哪曾想鲁德做得远远不止这些 为了防止迪塔 则知迪妈不能一起回去后而伤心 鲁德临走前特意买了一片芒果果林 并特意指定迪妈为看护人 这样迪妈就再也不是寄人篱下的寡妇 而是拥有自己财产的地主 可迪塔又怎么懂得鲁德的良苦用心 她只知道自己不能和妈妈在一起了 迪妈只能欺骗迪塔说 等芒果都成熟后 她会带着果实去找她 迪塔半信半疑答应了下来 依依不舍地与鲁德回到鲁家 却不知鲁德的心上人敏尼正式向她宣战了 她可能是印度最小的家庭主妇了 早上四点起床 五点饿着肚子开始祭拜上神 忍不住打了个盹 就被婆家人训成狗 六点还要去及时采购蔬菜 回家却被婆家人质疑 偷偷藏私房前去买糖果吃 迪塔冤枉死了 我口水都流一滴也没舍得花钱好不好 一旁观战的鲁德终于忍不住开口 他故意询问迪塔每件物品的价格 可迪塔居然全都回答不上来 原来迪塔根本不认识钱币 采购时被商家当成冤大头 鲁叔听后气不打一处来 他本想将迪塔教育成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 乃至第一天就浪费这么多钱财 而鲁德却趁机表示 如果你想将整个家庭都交给迪塔管理 那么他至少要读书认字 了解钱币和算法吧 鲁叔被质问得哑口无言 鲁德顺理成章表示 以后每天下午都会安排家庭教师给迪塔上课 他想在封建的家庭里 尽量为迪塔争取被教育的机会 可迪塔快头疼死了 我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 又要成为一名好学生 哪还有时间玩耍呀 鲁叔认为鲁德的话言之有理 虽然答应迪塔可以接受教育 但他必须先学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 于是他带着迪塔来到厨房 让管家拿出各式各样的调味品 命令迪塔认出哪个是月桂叶 迪塔一脸蒙圈看着各式调味品喃喃自语 既然他被称为叶子 那肯定是叶子形状 随即毫不犹豫拿起一片叶子 鲁叔十分兴奋 这小丫头还挺上道 随即又让迪塔猜猜哪个是丁香 这下迪塔蒙了几次都没对 鲁叔主动放弃让迪塔猜猜哪个是豌豆 随即又自嘲着说 算了 他这种倾苦人家哪能认识这个 我可以通过气味认出他 鲁叔一脸不耐烦 行行行 你厉害你高贵 豌豆都是你妈妈发明的行了吧 那你告诉我哪些是胡椒粉 迪塔凑上去就闻 乃至连打了几个喷嚏 鲁叔嫌弃迪塔不卫生 让他去卫生间洗干净再过来 迪塔乖乖去清洗 又跑回来闻 又被鲁叔嫌弃 又跑过去清洗 一旁的鲁德看着小娇妻被如此折磨 终于心疼了 他告诉迪塔当你想打喷嚏时 可以快速捏住鼻子 迪塔眼睛咕噜噜地转 随即捧着箱子过来 招招手让鲁德低下头 鲁德刚想打喷嚏就快速捏住鼻子 迪塔被逗得哈哈大笑 看着这个处处保护自己的男人 迪塔问鲁德会永远陪在自己身边吗 鲁德回想起当初在婚礼上立下的誓言 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迪塔立刻开心地继续回去训练 这下鲁叔又让小迪塔学会揉面 迪塔有模有样地巴拉出面粉 刚想到水却被女佣阻拦 这时鲁叔出现 斥责女佣不该出手帮助 又喊来管家监督 管家很喜欢古灵精怪的迪塔 悄悄指导迪塔揉面 可一个大男人又懂什么 一番神操作后 俩人制作出一盆面糊 此时鲁叔出现 发现迪塔居然浪费那么多面粉后 居然拿来小麦和石墨 让迪塔亲自磨面 让他明白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迪塔这样又那样 不仅磨出了面粉 甚至还做出了面饼 鲁叔一脸欣慰 继续指导迪塔将面饼扔进油锅里炸 没想到最终成品还不错 劳累了一天的迪塔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要开始学业了 女孩的手指与铅笔可以通电 写作业成为她最痛苦的事 老师不信这个邪 逼迫她写出自己的名字 女孩颤颤巍巍画了个寂寞出来 老师气得用棍子狠狠抽女孩的手 迪塔心里祈祷鲁德快点出现拯救自己 却不知此时的鲁德 正在照顾生病的心上人米妮 自从米妮得知鲁德与迪塔结婚 只是为了救她性命后 便开始装病获取鲁德的关注 可鲁德身在曹营心在汗 和米妮讨论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迪塔 此时迪塔却承受着老师一波又一波的指责 看着老师站起来又要打自己 迪塔吓得急忙跑了出去 她躲在桌子下啜泣着 不停地祈求鲁德快点出现 仿佛心有灵犀般 鲁德发现了桌下的迪塔 迪塔委屈巴巴地将受伤的小手伸出来 说老师打了自己 鲁德心疼坏了 轻轻给她吹着伤口 随即去找老师算账 哪知却看到老师被捆绑在地 鲁德急忙帮她解开 可这老师却反咬一口 说迪塔踏过顽劣将自己捆了起来 鲁德下意识维护迪塔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一个八岁小女孩能将一个大人捆起来吗 可老师却执意指证迪塔 而真相却是 这老师被米妮和鲁爸收满 先是恐吓迪塔 让她对学习产生厌恶 随即又想破坏迪塔与鲁德之间的信任 而迪塔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他可怜巴巴地请求鲁德相信自己 鲁德频频点头想安抚迪塔 老师眼见着谎言被拆穿 又开始打赶琴牌 行吧 你们是主人 我只是个破教书的 你们可以不尊重我 但要尊重书籍吧 众人看着地上被撕成粉碎的纸张 一时间也分不出谁对谁错 老师得寸进尺怒斥迪塔 是个毫无教养的人 一旁的鲁叔忍不住护载 他是我的儿媳 虽然淘气了一点 可也不允许你如此辱骂 你们看看他手上的痕迹 真相还不清楚吗 哪只猪队友管家却插话说 那是他之前磨面留下的伤疤 此话一出鲁德反而相信了老师 他代替迪塔向老师道歉 并请求他明天继续来上课 而自己将会全程陪在迪塔身边 迪塔认为鲁德不信任自己 谁知此时米尼开始作妖 他假装神志不轻要跳楼 门被锁住 迪塔推开一旁的窗户翻进去 急忙将米尼拉回 米尼见这戏也演不下去了 只能被迫清醒过来 众人将米尼扶上床后 米爸不仅不感谢迪塔 还将罪责都推到他身上 说他抢了女儿的爱人 鲁德自知里亏想让迪塔先离开 可孩子拿懂这些弯弯绕绕 只说想陪在米尼身边 鲁德无奈只得假装发脾气骂了迪塔 这是鲁德第一次冲迪塔发火 迪塔眼眶微红跑了出去 哪知刚好与鲁叔相遇 鲁叔让迪塔伸出受伤的小手 迪塔以为自己又要被打 吓得闭紧双眼 却没想到鲁叔轻轻给他上药 他温柔地告诉迪塔 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疼爱你关心你 憋了一天的迪塔 忍不住哗哗掉金豆子 可孩子永远不会记仇啊 晚上鲁德回家后 迪塔悄悄来到他身边 还拿出专属电话与鲁德通话 他委屈巴巴地解释着 白天自己听鲁叔的话 拿起石墨干活 又听了你的话拿起书本学习 可你却不信任我吗 你觉得我是个没素质的孩子吗 迪塔的每一声质问 都打在鲁德的心肩上 他内心乱极了 一方面是自己对迪塔的责任感 一方面是与米妮的爱情承诺 他哪一方都不想伤害 一番激烈思想斗争后 鲁德下定决心般表示 自己将会把时间 平分给迪塔和米妮 尽量将伤害最小化 乃至一转眼 却看到迪塔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印度八岁小女孩立志做家庭主妇 用大棒垂磨辣椒粉 是他最喜欢的事情 每天还要刷五千个盘子 制作三百杯牛奶 他才觉得一天是完美的 无聊的时候他还会和狗狗聊天 看到狗狗受伤后 他拿来一坨神秘物之呼在狗腿上 还给他制作了个狗窝 此时一个大脚压走了过来 他正是上次那个坏老师 迪塔立马紧张地站了起来 回想起上次被打的经历 他无比希望鲁德快点回来 而此时的鲁德正在医院陪米妮治病 原来米妮为了获取鲁德的爱 故意装疯卖傻 医生误诊他得了抑郁症 鲁德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只得陪在米妮身边 可眼看着迪塔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 鲁德答应过迪塔今天会陪他上课 米妮见鲁德焦急的模样 立刻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 鲁德只能按下焦急 专心哄为米妮 另一边的迪塔再次迎来老师的毒打和骂骂 他好想逃跑 这时狗狗看不下去了 直接扑到老师身上 对他一顿物理攻击 老师吓得落荒而逃 刚好与客厅的鲁叔相遇 一无所知的鲁叔还在与老师打招呼 突然觉得脚下痒痒 低头一看狗狗正在舔尸自己 这下好了 一只狗狗干翻了两个男人 就在鸡飞狗跳尸鲁德回来了 老师又开始卖惨 说迪塔故意放狗咬了自己 鲁德问家里怎么会出现流浪狗 迪塔害怕狗狗被打 只得说狗狗是自己的朋友 请求鲁德不要惩罚他 可鲁德却误认为 迪塔承认放狗咬人的事情 狠狠批评了迪塔 说他是个没有教养的孩子 迪塔伤心极了 他反问鲁德 你之前答应过我会陪我上课 可你却没出现 老师打我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那个你们都嫌弃的狗狗 是他救了我呀 对于救命之人 不该照顾他吗 鲁德被指责得哑口无言 晚上迪塔气鼓鼓地坐在客厅 鲁德放低姿态 无论怎么斗迪塔 迪塔都不想搭理他 鲁德哭笑不得 哼 我还拿捏不了你 随即拿出两人的专属电话 虽然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但可以听我解释吗 迪塔忍了又忍 还是忍不住拿起话筒 鲁德真诚地向迪塔道歉 我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在身边 我向你道歉 可迪塔却十分懂事 当时你和米妮在一起吧 你说过你们是儿时最好的朋友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陪在他身边 不用担心我 随即迪塔想起被老师欺负的画面 怯生生地问鲁德 还要继续上课吗 鲁德急忙安抚迪塔 说这一次他会找一个完全靠谱的老师 迪塔开心坏了 两人的小矛盾 在彼此的敞开心扉中化解了 第二天下午 迪塔心情忐忑地来到书房 不知新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此时一个神秘男人已经开始写版书了 迪塔一脸的好奇 当男人转过头时 他正是鲁德 迪塔快开心疯了 嗯 确认过眼神 是我最喜欢的人 鲁德也十分开心 既然找谁当老师都不放心 那自己的媳妇就自己交吧 从没见过这么馋嘴的小孩 帅老公正在教他学拼音 他却死死盯着碗里的甜品 男人只得无奈提醒 鲁德露出宠溺的微笑 可迪塔完全陷入美食诱惑里 而这正是鲁德的美味陷阱 他将迪塔要学习的字母 全部用甜品拼出来 并要求他每学会一个字母 就可以吃一盘对应的甜品 傻丁 鲁德笑呵呵地说当然了 可你必须得先学习啊 迪塔眼睛咕噜噜地转 忍不住和鲁德讨价还价 要不我们先把甜品吃了 然后再学习呢 鲁德快要笑疯了 这时女佣突然着急忙慌过来 说米妮独自在家晕倒了 鲁德立刻冲了出去 而装病的米妮听到鲁德的声音后 立刻原地装晕 鲁德将米妮抱上了床 无意间发现米妮特意放在地上的日记本 上面记录了米妮无法与鲁德在一起的痛 以及渴望能与鲁德共舞一曲的愿望 鲁德看后愧疚不已 又想起医生之前叮嘱过 不能刺激米妮 于是当米妮清醒后 她主动表示要教她跳舞 而米妮立刻神清气爽 拿来亲手给鲁德做的西装 鲁德换上衣服后宛如米妮的梦中情人 她痴迷得泪水不争气地从嘴角流出 随即自己也换上一袭白色礼服 两人在屋里翩翩起舞 此时鲁德却忍不住分神 不知迪塔是否在家乖乖学习呢 殊不知家里却来了一个特殊客人 迪塔的表姐夏兰哭着来找她帮忙 夏兰说当初结婚时 娘家答应赠送五头羊作为嫁妆 但母亲最终只给了一些金银首饰 抵了一头羊 还剩四头羊没给婆家 而在印度 女人嫁妆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在婆家的地位 所以夏兰如今在婆家处处受委屈 迪塔看不得表姐难过 小小年纪的她 以为五头羊的价值与五个棒棒糖没有区别 于是拉着她就要出去购买 夏兰哭着说这事她根本解决不了 也许只有神仙开眼才能救自己吧 乃至这句话却提醒了迪塔 之前迪塔从管家那里得知 城里来了一位十分了不得的仙人 听说只要诚心祭拜 她会满足所有信徒的愿望 迪塔搓搓小手就想带着夏兰去找仙人 可又想起鲁德吩咐过 在她回来前必须完成所有作业 她灵机一动 找来鲁德的弟弟卢小弟帮忙 她拿了一块砂利盖在卢小弟头上 让她坐在位置上假扮自己写作业 而自己带着夏兰来到寺庙找仙人 可两人却不知 这个仙人却是个骗子 她绑架了一个男孩放在地下室 每当有人来祭拜许愿时 就让地下室的男孩扮成神仙回答 乃至男孩长期遭受折磨居然一命呜呼了 正当仙人左右为难时 却看到门外的迪塔和夏兰 并偷听到两人是为求取四头羊而来 她装作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先拿出一打钱给夏兰让她去买羊 又欺骗迪塔说 既然神仙帮助了你们 作为虔诚的信徒 你是不是也应该去供奉她 迪塔一脸懵圈地被仙人骗到屋内 打开地下室的门 指着按钮告诉迪塔 当这个小灯亮起绿色时 就说出她教的咒语 迪塔为了报恩只得举着火把进入地下室 乃至这里环境极其恶劣 到处都是小蚂蚁 迪塔快要吓死了 等了很久以后 仙人终于将迪塔放了出来 眼看着日落西山 迪塔着急忙慌偷溜回家 刚好在门口撞到鲁德 他吓得急忙从侧门溜回了屋 刚刚坐下就看到鲁德推门而入 鲁德见盘子里的甜品都被吃光 拿起作业本开始检查 没想到这鲁小弟还挺仗义 居然帮迪塔将作业全写完了 一无所知的鲁德开心坏了 以为迪塔是个神童 不停夸赞他是个好宝宝 可这些话却让迪塔无地自容 他居然对自己最喜欢的人撒谎了 晚上迪塔来到书房 他拿起专属电话惨兮兮地向鲁德道歉 这还不够表达歉意 第二天一早 他又干了一件震惊全家的事 他故意将铅笔推到地上 趁老公不注意 与小叔子交换了作业本 当男人检查两人作业时 文盲的迪塔作业功功整整 年级第一的小叔子作业却一塌糊涂 小叔子惨当背国侠 被鲁德骂得狗血淋头 迪塔心虚地急忙装出好学生的模样 这时钟声响起 鲁德与迪塔都紧张起来 鲁德要旅行之前 要将时间平分给迪塔与敏尼的承诺 现在要去敏尼家照顾他 而迪塔却是因为昨天受到仙人的威胁 他必须连续三天都到寺庙帮他扮演神仙 否则就将赠送给夏兰的四只羊收回 鲁德无奈只得离开 迪塔急忙关好门窗 再用道具做个假人掩人耳目 急急忙忙跑出了门 可他却不知鲁巴正在身后跟踪他 迪塔来到寺庙再次进入地下室 根据仙人的要求 在红灯亮几时送念咒语 辛苦一天后 迪塔终于爬了出来 而这一幕刚好被鲁巴看到 仙人继续威胁迪塔 明天也要过来工作 否则就将夏兰的四头羊收回 迪塔慌忙答应后就溜回了家 可这次没人再帮他写作业 等鲁德回家时 只看到空空如也的作业本 迪塔心虚极了 好在鲁德以为迪塔只是在偷懒 罚他明天写双倍的作业 可鲁德对迪塔越纵容 迪塔内心就越不是滋味 他拿着空电话一顿发泄 却不知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等着他 鲁巴得知迪塔与仙人的秘密后 将此事告诉了米妮 第二天米妮就开始作妖 他假装失明在布满玻璃的客厅走动 鲁德快要吓死了 问他究竟怎么了 米妮将演技发挥到极致 我能摸到你 却看不到你 此时奶奶再送一枚助攻 他说昨天带着米妮到仙人那里祭拜 并拿回一包药草煮给米妮吃 乃至最后却导致失明 原本就不信鬼神的鲁德听后 立刻怒气冲冲地跑去寺庙找仙人算账 可此时的迪塔正在地下室工作 今天是与仙人约定的最后一天了 他在地下室念周雨念的头晕眼花 也依旧坚持着 而外面的仙人却收钱收到手软 鲁德来到寺庙门口叫嚣着让仙人赶快滚出来 仙人见自己的骗局即将被拆穿 急忙收拾好财物 又迷晕迪塔这个摇钱树 将它放进麻袋里带走 这时鲁德等人才进入房内 鲁德掀开地毯 向众人展示那个地下室 众人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此时仙人推着车逃到森林 结果一不小心翻了车 迪塔也滚落下来 眼看着身后的鲁德即将追赶上来 仙人只好丢下迪塔离开 而迪塔站起身在麻袋里一阵挣扎 刚好被赶来的鲁德看到 鲁德恶狠狠地对着麻袋说 我已经知道你与仙人的骗术了 现在我就要让你受到惩罚 可他万万没想到 仙人的合伙人居然是迪塔 鲁德无法接受这一切 他大声质问迪塔 为什么会与仙人一起骗人 可迪塔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念的那些咒语 是仙人骗钱的伎俩啊 此时鲁叔却在家里召集了那些被骗的村民们 他们打算联合起来找到仙人 这时鲁德带着迪塔赶来 他红着眼眶告诉众人 是迪塔联合仙人一起欺骗了众人 无论他内心多么痛苦 可依旧选择将真相公之于众 这也是他身为律师的基本职责 一向疼爱迪塔的鲁叔根本不信 他一遍遍询问迪塔这是真的吗 而迪塔只能低着头哭泣 那些被欺骗的村民们将怒火都发在迪塔身上 骂他是个大骗子 鲁叔忍不住护载 迪塔是鲁家的儿媳 我会支付大家所有的损失 这件事就此了结吧 那只米爸带着失明的米妮出现 他质问鲁叔 我女儿的眼睛可以用钱解决吗 既然罪人不在 可罪人的搭档还在 我必须报警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鲁叔为了保住迪塔 亲自向米妮道歉 米妮假装通情达理原谅了一切 可鲁家的名声却因这件事彻底毁了 作为一家之主 鲁叔气得直接血压飙升 迪塔自知罪孽深重 他拿着专属电话来找鲁德 并向他承认所有错误 我知道每个人都生我的气 可是我请求你不要不理我行不行 我无法向你解释我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我承诺过下来 不会将这件事告诉别人 迪塔的话让鲁德心情浮躁 他认为迪塔如今满嘴谎言 不仅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还害得家人生病 家族信誉受损 我曾经那么信任你 并想通过教育 让你长大后成为一名伟大的律师 可以帮助女性争取自己的权利 可如今一切都被你毁了 他狠狠摔坏两人的专属电话 并将迪塔驱逐出鲁家 八岁小女孩失恋后 竟然疯狂爱上洗衣服 看着粗糙的小手 迪塔想起以前在鲁家 鲁德承诺过他 以后家里的衣服两人一起洗 难过让他食不下宴 迪妈拿来一些果子想劝劝女儿 可迪塔却任性地将盘子打翻在地 他十分落寞地说 心里有事的时候怎么能吃下去饭 另一边的鲁德同样得了失恋抑郁症 先是精神不振 明明手表就在眼前却看不到 这时电话响起 米妮身体不是唯有约鲁德到他家里 乃知米妮为了上位 悄悄在果汁内放了米药 鲁德刚喝完就头晕眼花 不知不觉在米妮房内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米爸带着众人前来捉人 他怒斥鲁德毁了女儿的名声 逼迫他必须娶了米妮 一向传统的鲁叔认为这是家族的耻辱 你已经抛弃了一个女人 如今还要辜负另一个女人吗 鲁德左右为难 不明白事情怎么就发展成这样 晚上胎也不能寐 脑海里想的都是与迪塔的点点滴滴 他忍不住拿起两人的专属电话 诉说自己的烦恼 明明自己如今是自由身 可为什么却不想与米妮结婚呢 为什么你要对我撒谎 让我不得不将你从我生活中赶走呢 此时的迪塔也拿着小电话诉苦 原来白天他被村里的人绑了起来 他们认为迪塔被夫家休妻 是极其耻辱的事情 必须将他伤死 迪妈挥着镰刀好不容易 才将女儿救了回来 迪塔的生活一夜之间 从天堂掉入地狱 他无比想念处处保护自己的鲁德 可太阳升起 鲁德不得不为米妮负起责任 他向一个傀儡新郎与米妮举行婚礼 而此时的迪塔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村民们本就对迪妈这个寡妇有意见 如今他还带着被休妻的女儿 他们为了捍卫村里的名声 先将迪塔与迪妈分开 随后放火烧了迪妈的房子 好在迪塔察觉到事态不对 及时出现熄灭大火 将母亲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可迪妈已经陷入昏迷 舅妈趁机告诉迪塔 如果你想真正拯救你的妈妈 应该去找圣人洗脱你母亲的寡妇名声 以及自己被休妻的耻辱 迪塔为了救母亲什么都能答应 舅妈找到一个人贩子 让他带着迪塔离开了村庄 另一边的鲁德在婚礼现场似乎有所感应 关键时刻喊停了婚礼 而夏兰也终于鼓起勇气 将迪塔为了救自己 才被先人利用的事情说了出来 鲁德悔恨不已急忙跑到迪家 可此时的迪塔已经跟着人贩子上路 几日后还被卖到一红院 由于不听话 还被老妈子关在了地下室 鲁德开启了漫漫寻七路 八岁小女孩给初恋写分手信 我只是说了一个谎 你就背着我和闺蜜好上了 我们俩究竟谁才是大混蛋 迪塔惨兮兮将信藏在枕头下准备明天寄出去 乃至第二天好友却说 将信件折成纸船扔出去了 迪塔气得喷火 直接和他干了起来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老妈子的诡计 原来迪塔被卖到一红院后 老妈子十分喜爱迪塔 为了将他彻底留下来 老妈子打听到迪塔与鲁德的事情后 故意将鲁德与敏尼结婚的事情告诉他 想让他心死后主动留在这里 迪塔听后果然心都碎了 他没想到最信任的两个人 居然双双背叛自己 于是才痛哭流涕写下这封分手信 也许是明明中天注定吧 前来寻期的鲁德无意间捡起那只纸船 看到上面写了一个道爱 瞬间回想起以前教迪塔写字时 他就有将字母道写的习惯 鲁德开心坏了 立刻来到一红院大声呼喊迪塔的名字 门口的护卫将鲁德拦下 几人瞬间打了起来 被关在屋内的迪塔 看到亲亲老公来救自己后 不管不顾地大喊着 鲁德冲到屋内 多日来的思念和悔恨让他泣不成声 他跪着祈求迪塔的原谅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想请求你的原谅 屋内的迪塔难过极了 想起被休期后经历种种困难的事情 那句没关系怎么都说不出口 此时看戏的老妈子终于忍不住了 喊来一群打手将鲁德按在地上摩擦 迪塔听到殴打声后 手掌都要拍烂了 那个一直守护着自己的男人 那个清风机月一般的男人 怎么可以被如此对待 这时老妈子拎着刀 直接刺中鲁德的腹部 随即将他丢在大马路边 好在鲁德的随从大山将他捡了回来 而迪塔却被老妈子逼迫 穿上代表舞女身份的铐链 一直疼爱迪塔的舞女香香 直接将鲁链摔个稀巴拉 原来之前舞女经过迪塔的村庄时不慎跌倒 可那时村民们都辱骂香香是个低贱的舞女 只有小小的迪塔挺身而出 香香将这份恩情记在心中 如今才处处维护迪塔 老妈子刚想捏死香香这个逆子 却收到一个超级富豪的败帖 上面说这个富可敌国的土豪 即日将来到一红院 希望老妈子麻溜准备好接驾 而真相却是 鲁德发现硬得不行后 开始来软的 他伪造了这份败帖 说要替土豪先视察一下这里的环境如何 老妈子虽然心存疑虑 但为了钱财还是答应让鲁德检查 鲁德趁众人不注意来到杂物间 殊不知迪塔就被关在其中的大箱子内 迪塔闻到了鲁德身上的香水味 那是他曾经在家里闻过的味道 他喜极而泣 随即想起两人之间的暗号 拍打箱子顶部 鲁德瞬间辨别出暗号 急忙过来打开箱子 时隔多日两人终于见面了 鲁德四处查看自己的小宝贝有没有受伤 并再次向他道歉 可小孩子见到日思夜想的人后 哪还记得仇恨呢 正当两人感情正浓时 老妈子虎虎声威地往杂物间走来 鲁德急忙让迪塔躲回箱子内 自己以迷路为由将老妈子糊弄了过去 随后酝酿出一个更大的计划 为了将所有被迫留在这里的舞女都救出去 鲁德告诉老妈子 自己的土豪老板最喜欢收藏古董 愿意花高价将箱子里的东西全部买走 老妈子见前眼开立刻应允了 鲁德随即偷偷将那些想离开的舞女带到储物间 并让他们藏在箱子里 又过来帮手将箱子全都运了出去 可这么大的动静还是让老妈子产生怀疑 当他来到储物间时 看到打手们都晕倒在地 立刻命令手下追赶鲁德 此时鲁德正将迪塔藏在箱里运走 手下拦下鲁德 迪塔也从箱子里滚了出来 危机时刻 香香拔出件威胁老妈子 并让鲁德带着迪塔离开 随即锁上了门 老妈子气得直击一刀刺向香香 香香厌恶透了这个关押自己的地方 随即一把火烧了一红愿 迪塔看着熊熊烈火向香香致敬 随即跟随鲁德回到了妈妈身边 他冒充家长帮小叔子开家长会 校长都给气笑了 你看你有桌子高嘛你就是家长了 迪塔立刻踮起脚脚傲娇地说 我可是他的小嫂子 见校长依旧不信 他先是狠狠揪了卢小弟的耳朵 迪塔一脸不爽看向卢小弟 随即又兴冲冲地告诉校长 自己已经会被字母表了 因为是第一次来学校 迪塔激动得就像个花孔雀 恨不得360度无死角向校长展示自己 校长快要喷火了 如果我有罪 请让法律来惩罚我 而不是听一个小屁孩被字母表啊 校长要求迪塔离开 因为卢小弟犯了校规 他需要一位成年男性作为家长教他 迪塔很不服气啊 我老公一直教育我男女平等 为什么叫家长只允许男人而女人不行呢 校长忍无可忍最后只得说 行行行 我不惩罚卢小弟了 你俩赶紧出门又转吧 迪塔开心坏了 拎着小胞弟溜溜跑了出去 结果无意间来到学校的礼堂 遇到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男人 学校邀请了印度伟大的思想运动家甘地 当迪塔听到这个名字后 眼睛都亮了八度 因为甘地一直是鲁德的偶像 他一直倡导人人平等 在印度推动男女平等 迪塔耳濡目染渐渐也将甘地当成自己的偶像 甘地来到讲台后 他第一眼就注意到迪塔 并将他喊到面前 甘地表扬迪塔是个勇敢的孩子 否则不会在男校出现 现在你可以站在这里 我希望将来你可以以学生的身份坐在那里 甘地的夸赞让迪塔美上了天 天哪 我老公和我的偶像夸我了爱 这事儿在幼儿园可以吹一年了吧 随即兴冲冲地去找鲁德求表扬 他告诉鲁德自己见到了活的甘地 但是他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男孩可以在学校接受教育 而自己只能在家学习 他喜欢学校的氛围 问鲁德自己可以去学校上学吗 鲁德被迪塔的思想所震惊 他一脸欣慰地夸赞迪塔 你不是井底之蛙 而是要展翅高飞的雄鹰 也许印度女星的未来会因你而改变 鲁德立刻去找校长商谈让迪塔上学的事情 在鲁德的不断说服下 校长只得答应 但他们需要拿到有武德爵士签字的入学申请表才可以 一旁的鲁叔听后表示 今晚武德爵士刚好要来家里参加舞会 鲁德帅气打扮了一番 决定在舞会上让武德签字 可跟屁虫迪塔不乐意了 你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为什么我不可以参加舞会 老婆入学第一天 老公亲手给他穿上小皮鞋 还安排了豪华轿车接送 谁知半路轿车被几块石头拦下 米妮趁重人不注意将迪塔迷晕 带到一个废弃的仓库内 随即将有毒气体倒在大水缸内 此时鲁德在家中收到神秘提醒信 急匆匆来到仓库后 将迪塔装在水桶内送了出去 家人们及时赶来将迪塔送回家内 而鲁德的尸体也被吓人扛了出来 就在米妮得意洋洋时 真正的鲁德从天而降 众人一脸蒙圈将地上的鲁德翻过了身 乃至他却是鲁德的仆人大山 原来大山得知鲁德有危险后 来到仓库将鲁德赶了出去 自己拼命就下了迪塔 鲁德痛哭不已 拉着米妮来到警察面前 指控他蓄意谋杀 米妮被关进了警察局 鲁德等人带着大山的尸体回到他家 夏兰无法相信丈夫已经去世 他质问鲁德究竟怎么回事 鲁德只得将大山为自己牺牲的事情说了出来 家人们见夏兰情绪激动将他拉回了屋 乃至婆婆却将所有怒气撒在夏兰身上 还恶狠狠地将热水浇在他头上 辱骂他克死了自己的丈夫 还要求让夏兰为大山殉葬 而在印度 丈夫去世后 如果妻子没有子嗣 婆家人确实可以要求殉葬 夏兰家人无话可说 只能将夏兰打扮成新娘的模样 跟随大山一起入葬 乃至众人掀开白布时 里面根本没有大山的尸体 原来在入葬前 鲁德与迪塔悄悄潜入大山家 迪塔趴在屋顶砸碎灯泡 与鲁德摸黑将大山的尸体偷了出来 两人悄悄将大山的尸体火化 这样夏兰就免于被殉葬的悲惨命运 两人完成一切后来到大山家摊牌 谁知夏兰却恩将仇报 怒斥鲁德为什么剥夺自己与丈夫在一起的权利 鲁德说自己答应过大山会好好照顾她 可夏兰的婆婆却要将她驱逐出门 迪塔见不得夏兰受委屈 说要把她接回鲁家 鲁德不仅同意这个想法 还表示夏兰会在鲁家享受到与迪塔同样的待遇 一旁财迷的舅妈听后快要美翻了 急忙过去悄悄劝阻女儿 荣华富贵就在眼前 你可千万不要犯傻呀 夏兰想起之前在婆家受到的种种孽代指的答应 当两人将夏兰带回鲁家时 鲁叔快要气炸了 你们怎么能把一个寡妇带到家里生活 可鲁德却说他欠了夏兰一条人命 这个恩情不能不报 鲁叔无话可说只能答应 他警告夏兰要守住自己的本分 不要在鲁家做月宪的事情 迪塔将夏兰带到厨房 并将自己小当家的全部钥匙都交给了夏兰 小小的迪塔只能以这种方式 让夏兰在鲁家有点归属感 可夏兰看着鲁家金碧辉煌的一切 他念慢慢在心中滋生 一切结束后鲁德教育迪塔要专心学习了 乃至鲁叔却捧着金银首饰进来 说明天是家族祭祖的日子 迪塔作为儿媳必须参加 鲁德却也要上学为由拒绝 看着两人争执不休 迪塔表示 好了好了 我明天会去参加祭祖 也会好好学习的 鲁叔一脸欣慰 忍不住嘲笑鲁德 看看你媳妇多懂事 多学着点吧 第二天两人穿着情侣装前去祭祖 鲁德常年在外留学 对于这些仪式什么都不懂 只得跟着迪塔有医学医 鲁德看着迪塔要将猪砂放在额头 刚要照做就被阻拦 迪塔有模有样地教育鲁德 只有妻子才能这样做了 男人不行的 鲁德快要被迪塔鬼机灵的样子笑疯了 乃至两人却在寺庙遇到一个神秘女孩 她还自称是鲁德转世的妈妈 黑人女孩告诉富二代 自己是她去世十年的妈妈 男人看了看母亲的一项 两人确实长得一模一样 女孩说自己是转世而来 这时鲁爸坐不住了 我不允许有人拿我的妻子开玩笑 女孩不慌不忙 说十年前自己去世当天 还在为孩子祈福 正是因为祈福没有完成 他一愿未了才转世找到他们 这话一出 鲁爸鲁叔顿时慌了 这么隐秘的事情为何小女孩会知道 鲁德见家人动摇 急忙表示 也许小女孩从某处打听到家里的事情 故意在此故弄玄虚 家人们心情复杂回到家中 而真相却是 大山的父亲认为儿子的死都是因为鲁德 为了复仇他绑架了女孩 作为鲁家几十年的老管家 山霸对鲁家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是他将鲁妈生前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女孩 目的是让女孩进入鲁家杀死鲁德为儿子报仇 哪知第二天一早 鲁叔就将女孩带回了家 作为虔诚的信徒 鲁叔愿意相信女孩是鲁妈转世而来 鲁德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为了验证女孩身份的真假 鲁叔将家里的钥匙拿给女孩 因为家里的保险箱 只有鲁叔与鲁妈知道哪个钥匙可以打开 哪知女孩毫不犹豫打开了保险箱 众人一脸震惊 却不知山霸趁众人不注意时 悄悄在正确的钥匙上留下了标记 女孩才能顺利通过考验 这事可把鲁叔开心坏了 当场表示要让女孩留在家中 鲁德认为这是一场针对自家的巨大阴谋 他叮嘱笛塔要寸步不离跟着女孩 笛塔来到厨房想套话 女孩神情慌张找了个借口将笛塔支出去 随即将毒药放进鲁德的饭菜中 以母亲的身份要求鲁德吃下去 迫于鲁叔的压力 鲁德只能全都吃了 当晚鲁德给笛塔上课时 药性发作直接晕了过去 不过这毒药需要食用三次才能上天 所以第二天女孩又找准机会想给鲁德投食 鲁德已经发现蹊跷以太烫为油浆碗摔了出去 女孩一阵心虚刚想去拿第二碗就被笛塔拦下 他亲自到厨房想要盛饭刚好遇到夏兰 夏兰主动帮笛塔盛好饭 这时鲁叔将笛塔喊走 躲在一旁的女孩制造声响引开夏兰 再将毒药放入碗内 一无所知的笛塔将这碗粥端给鲁德吃下 晚上是鲁家的祭祀庆祝活动 两人无意间看到女孩在与一个神秘女人对话 鲁德立刻冲了上去 却被女人引到了小树林 两人追逐间 一个女人用木棍打晕鲁德 而她正是大山的母亲 被追逐的女人是山霸假扮的 由于之前山霸被鲁德派去外地工作 山霸为了给女孩第三包毒药 才伪装成女人混到祭祀现场 随即她又变回原来的样子将鲁德扛回了鲁家 医生诊断后表示鲁德体内有毒 鲁叔问笛塔鲁德昏迷前最后吃的是什么 笛塔想起夏兰给自己盛的那碗饭 鲁叔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认为夏兰是扫把星 既然不能将她赶走 那就把她许配给了管家 让管家完婚后带着夏兰回老家 笛塔怎么都不愿意 可没了鲁德撑腰自己的话实在没有分量 为了尽快揭开女孩的真面目 笛塔在院子里铺满炭火 又将女孩喊到面前说 书中说母爱是伟大的 只要母亲赤脚踩过炭火 就能替孩子驱病消灾 而那些炭火也会变成香灰 不会灼伤脚掌 随即逼迫女孩踩上去 女孩顿时急了 最终指得将所有事都招了出来 山霸见阴谋败露 急忙打开保险柜想拿钱走人 鲁叔等人及时出现 将山霸与女孩都扭送到警局 本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乃至鲁爸这时却带着夏兰出现 表示要和他结婚 八岁小女孩第一次生理期 看着床上的血迹 哭嘻嘻地以为自己得了绝症 立刻写了一封遗书 交代表姐拿给妈妈看 乃至黑心的夏兰恐吓笛塔 说他之所以会流血 是因为被神女诅咒 任何靠近他的人都会死亡 又将笛塔的遗书给撕碎扔掉 笛塔不想害了家人 血也不上了 每日躲在屋内等待着死亡 鲁德觉察出笛塔的异常 刚想进屋就见笛塔 一脸恐惧的步步后退 他只能拿出两人的专属电话交流 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但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被邀请参加关于女性自由的演讲 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 也许未来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可笛塔怎么赶出去呢 他相信了夏兰的话 认为自己会给别人带来不幸啊 鲁德在活动当天等了很久 也没见他出现 回家后却看到笛塔 正捧着冰淇淋吃的正香 他对着笛塔大发雷霆 认为他如今变成了不学无数的坏孩子 可真相却是夏兰为了从笛塔手中 抢夺女主人的位置 故意告诉笛塔吃冰淇淋 有助于恢复病情 想以此拖延笛塔经期恢复的时间 傻傻的笛塔却越吃越痛 他在房内抱着两人的合照 不停地哭泣 屋外的鲁德同样拿着照片 想搞懂八岁小女孩的心事 这时照片掉在地上 鲁德无意间捡起笛塔一书的碎片 回想起之前在笛塔房间看到破碎的窗帘 和床上大量的棉花 那是懵懂的笛塔拿他们当作卫生棉 鲁德什么都明白了 他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 我总是说自己对他十分了解 可当他有异样时 为什么没想到这一层呢 而此时的笛塔悄悄躲在柜子里 他觉得将自己藏起来 就不会危害家人了 鲁德小心翼翼来到柜子前 他告诉笛塔女孩每个月会流血 这证明你正在成长 而不是被诅咒的事情 对不起是我没能早点向你普及 如果你相信我 我会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笛塔半信半疑打开柜子走了出来 鲁德忍不住摸摸头 真是辛苦自家小宝贝了 而笛塔再也忍不住哭进鲁德怀中 看到笛塔手臂受伤后 鲁德轻轻给他处理伤口 那些手伤和心里的伤痛 在亲近之人的抚慰下 好像都被吹散了 笛塔告诉鲁德因为一直流血 自己根本无法出门 鲁德信心满满告诉他 自己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于是他开始一一测试每块布料 哪种吸水性更好 又吩咐女佣将棉花缝进去 几日后他将成品送给笛塔 并叮嘱他如果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自己 这时两人听到门外鲁叔的声音 鲁德急忙将卫生棉塞进兜里 笛塔十分不解 你不是说生理期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吗 为什么在鲁叔面前要躲躲藏藏 鲁德告诉笛塔 如今的社会对生理期 有太多恶毒的说法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服鲁叔理解这件事 只能等以后再说 此时鲁叔端着补品笑呵呵的进屋 前几日自己的宝贝儿媳生病 可把他心疼坏了 这时笛塔却看到卫生棉露了出来 他急忙给鲁德使眼色 鲁德心领神会急忙将手揣了进去 这只属于两人间的小秘密 似乎也在预示着笛塔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 印度八岁女孩举行成人礼 女人们将香料涂在她身上 还嘱托今晚与丈夫洞房时 一定记得不要蹭掉 一无所知的女孩傻乎乎地笑着 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什么噩梦 笛塔沐浴后 又被隆重打扮了一番 随即来到新婚之夜的仪式现场 此时鲁叔却一脸紧张 原来自从前几天他得知笛塔开始生理期后 按照印度传统风俗 这证明笛塔已经长大可以为人妻 他嘱托鲁德尽快与笛塔洞房 再给自己生个大胖孙子 鲁德气得当场发飙 认为家里人都疯了 乃至这件事却被舅妈散播出去 邻居们议论纷纷 认为笛塔不守负荡 组长闻讯来到鲁家 与鲁叔商定了这场仪式 为了仪式能顺利举行 鲁叔给鲁德下了迷药 亲自将他扛到现场 神志不清的鲁德一脸痴呆像 与笛塔完成了仪式 笛塔盖上盖头坐在心床上 他记得仪式前那些女人们叮嘱过自己 今晚必须让丈夫掀开盖头 仪式才算完成 此时神志不清的鲁德进入房间 一阵闹腾后居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笛塔急忙过去将他喊醒 我快要呼吸不顺了 你快点掀开我的盖头 今天我可漂亮了呢 医医们说只有掀开盖头我才能睡觉 这时组长却悄悄潜入屋内 他将沉睡的鲁德拖到浴室反锁 随即一脸猥琐地靠近笛塔 他轻轻抚摸笛塔的小脚 笛塔感觉恶心极了 这好像不是鲁德的触碰 他质问鲁德 为什么你不按照规矩掀开我的盖头 而是摸我的脚 这时一阵风将笛塔的盖头吹开 笛塔快要吓哭了 他大声呼喊鲁德的名字 浴室内的鲁德听到呼救声 一头扎进浴缸里清醒了过来 他冲进屋内将组长拎了起来 随即拖着他来到客厅 当着众人的面指责组长冒犯了笛塔 组长还在狡辩 笛塔哭着指认了他 他的触碰让我感到害怕 鲁德忍无可忍直接扇了一巴掌 又狠狠踢了他脊脚 我会砍掉你碰到笛塔的这双手 哪知组长却刚了起来 我碰了他又怎么样 大家也只会指责他 因为发生这种事后 被骂的总是女人不是吗 这时笛塔勇敢地站了出来 做错事的人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害怕 鲁德一脸欣慰 他警告组长 这次你惹错人了 也许别人会沉默忍耐 但我的笛塔不会 我会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在这之前 笛塔作为受害人 有权利第一个给予你惩罚 笛塔回想起这老男人 对自己做的恶心事情 他搬来一个小凳子 放在组长前 一切都结束后 笛塔躺在床上默默流泪 内心的恐惧久久不能散去 八岁小女孩要将 二十岁婆婆赶出家门 婆婆却嘲讽她是个吃闲犯的 就连你那富二代老公 也只是个每天只会 呼喊男女平等的啃老族 你的学费生活费 可全都是我老公之父的 夏兰的这些话 狠狠刺痛了鲁德的男性自尊心 原来自从新婚之夜 笛塔被欺负后 鲁德得知是夏兰先挑唆舅妈散播谣言 让村民们对笛塔指着点点 随即又挑唆鲁叔找来组长 逼迫二人举行仪式 鲁德怒不可遏 将所有账都和他倾算 笛塔质问夏兰为什么这样做 夏兰件事情 把陆沃狠狠地告诉笛塔 因为我想成为鲁家的女主人 而你挡了我的路 笛塔恨透了夏兰的伪善 扬言要把她赶出去 夏兰集中生智 故意刺激鲁德才说她是啃老族 鲁德毕竟年轻气盛 居然真的带着笛塔出去担住 要凭自己本事养活老婆 两人找到一个破房子 鲁德拿起扫把利索的打扫卫生 笛塔在一旁擦拭窗户 却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鲁德贴心给她制作了爱心牌口罩 结果自己也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笛塔有样学样 也给鲁德戴上口罩 忙碌半天后 好心的邻居送来美食 两人互相投食 远离了所有心怀不轨之人后 两人的关系似乎更加紧密了 晚上鲁德给迪塔制作了一个小吊床 迪塔贴心地拿来席子 要让鲁德睡在自己身边 说之前的依依们教育自己 夫妻只有睡在一起关系才会更加紧密 鲁德表情立刻变了 他急忙拿过席子表示要在外面睡 迪塔看着躺在屋外喂蚊子的鲁德 不明白他为何不想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可也不忍心看鲁德受委屈 随即拿来一块长布 一番操作后 一个简易的小帐篷就完成了 鲁德欣喜于迪塔的机制 两人独立的第一碗简陋又温馨地度过了 第二天一早 鲁德给迪塔蒙上双眼说要给他一个惊喜 打开眼罩后 迪塔惊喜地发现鲁德居然给自己造了个浴室 看着鲁德身上的淤泥和手上的伤口 迪塔心疼极了 可鲁德却说 我以前答应过你 不会再让你到河里洗澡 这时邻居们纷纷过来围观 迪塔傲娇地告诉他们 自己老公为他造了个浴室 你人们一脸羡慕 拥有这样一位丈夫 你真的很幸运 他是一位满分老公啊 不知为何 迪塔居然有些小害羞 而鲁德接着回到屋内忙碌 他拿来一根绳子绑在屋顶 又用两张良席给迪塔隔离出一块 只属于他的小空间 随即来到街边摆摊做一名律师咨询时 当他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后 立刻兴冲冲地跑去给迪塔买了个小镜子 此时被锁在屋内的迪塔 却与妇女们聊起了天 他们和迪塔打句说 你和你的丈夫看起来很相爱 可迪塔不懂啊 我要怎么确认自己很爱鲁德呢 你人笑着说 当你看到丈夫时 会心跳加速和脸红 那就证明你爱他 迪塔捏了捏小脸蛋 可是我没注意过自己会不会脸红啊 这时鲁德回家 拿着钢子排在一群妇女中打水 迪塔开心地盯着鲁德 我已经见到丈夫了 现在只要确认脸上红不红 就能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老公了 他急忙喊了邻居 刚想跑出门却碰到了朱砂盒 抵塔喜滋滋地问邻居自己的脸红不红 邻居盯着朱砂说 比天边的日落还红呢 迪塔开心地转圈圈 天哪 我真的爱上了老公 这可太好了呀 再也没人把我们分开了 晚上鲁德为了赚钱 与一个杂技团在街上表演 乃至警察却走了过来 并将鲁德绑了起来 原来这个杂技团是一些极端分子团伙 鲁德在打斗中不慎着火 而此时的迪塔刚好出门寻找鲁德 他急忙用衣服扑灭火苗 将鲁德搬上推车带回了家 鲁德醒后却哭着告诉迪塔 对不起 我没能为你赚取到学费 迪塔却气愤于鲁德将自己生命置于危险中 这事惊动了鲁叔 他过来劝说鲁德 你不能为了证明自己 而不顾生命 如果你有意外 那迪塔该怎么办 鲁德也意识到自己的鲁莽 答应回家 可这短暂的两人生活 却彻底改变了迪塔对于夫妻关系的认知 他极度渴望与鲁德成为真正密不可分的夫妻 这天他穿着婚纱 化上美美的妆 想和老公庆祝结婚一周年 鲁德一脸懵圈看着做妖的迪塔 乃至他却一脸猙獰的跳了起来 随即华丽跌倒在地 鲁德急忙将他扶起问他在干什么 迪塔拿出一张女人的画像说 我想变成他这样的女孩 让你喜欢上我 鲁德气愤至极 我如此费心培养你 是想让你成为有自尊的女性 而不是只会讨好老公的女人 你的梦想应该是成为一名伟大的律师 迪塔一脸懵懂 可我更想做你的妻子 鲁德耐心解释说 你的身份确实是我的妻子 但我对你只是一种责任感 迪塔无法接受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夫妻一样 因为你还小 不适合夫妻关系 可其他人都说我长大了 必须要尽到妻子的义务 鲁德这才意识到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和周围的环境抵抗 迪塔会一直听到身边那些封建的声音 他让迪塔换回正常的衣服 乃至这时鲁叔确信冲冲地制作了 两人结婚一周年的情帖 迪塔看到两人名字连在一起 莫名有种安全感 可鲁德却被惹怒 他狠狠撕掉情帖 再次强调自己与迪塔并不是夫妻 两人的名字也永远不会放在一起 他会向法庭提出废除同婚的提议 这些话对于迪塔来说 无异于是要断绝关系 他不接受鲁德的说辞 倔强地将两人的名字涂满整个墙壁 这时鲁德却收到校长邀请 校长表示迪塔以前成绩名列前茅 最近成绩直线下滑 还偷藏了很多女孩的小玩意 鲁德怒不可遏 回家将迪塔贴在墙上的名字贴全部撕掉 迪塔却固执地再重新贴上 他不明白鲁德的良苦用心 只知道鲁德千方百计要和自己划清界限 于是他做了一件极其极端的事情 迪塔找到纹身的老婆婆 将鲁德的名字刻在自己手臂 鲁德及时赶到 他震惊不已 根本没想到迪塔对自己的执念已经这么深 晚上趁着迪塔入睡 鲁德还是不忍心 悄悄给他的伤口涂药 刚想要走迪塔却醒了 他可怜兮兮地质问鲁德 无法忍受另一方受苦 这不是爱吗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你不会放下我不管 鲁德忍不住掉眼泪 既然你如此了解我 你该知道 当你承受痛苦时 我会更难过呀 迪塔却反问鲁德 可你已经打算用法律来破坏我们的婚姻了 鲁德很心累 我向你解释过很多次 同婚会摧毁很多人的生活 我不会撤销上诉 所以一旦申诉通过 我们的婚姻也将作废 随即狠心离开 迪塔无措急了 该如何拯救自己的婚姻呢 八岁小女孩向法庭提出离婚 富二代丈夫却开心坏了 这场不道德的婚姻终于画上句号 两人当众举行了离婚仪式 回家后迪塔强忍着伤痛 喜剧代表着已婚的朱砂 点上寡妇的黑点 看着手臂上鲁德逐渐淡去的名字 迪塔忍不住掉眼泪 他根本就不想离婚呢 可为了支持鲁德 他什么都愿意做 这时鲁德抢生走了过来 迪塔别扭极了 鲁德安慰迪塔 虽然两人的婚姻关系结束 但他对她的责任永远不会结束 为了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 我会把你送到伦敦留学 迪塔顿时慌了 你要离开我吗 鲁德解释说 现在的社会对离婚女性有太多恶意 你留在这里会受到伤害 我想看到你幸福 如果你答应就笑一笑 迪塔忍下所有不舍笑了笑 而在最后一页 鲁德为迪塔制造了一场梦幻的回忆 他为迪塔准备了浪漫的西餐 教她如何使用刀叉 送她最新款的相机 她好像一直没变 就像是迪塔的机器猫 总是在恰当好处的时间出现 总是给予她最好的一切 可如今这些都要被收回 迪塔懂事急了 强装着开心与鲁德嬉戏打闹 可鲁德内心又何尝舍得 但为了迪塔的未来 他必须狠心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都辗转反侧 该如何和一个不想分开的人说再见呢 是该笑着说我们会再见 还是哭着诉说不舍 可他们最终选择了 写下对彼此的印象 鲁德说迪塔是个小淘气 迪塔说鲁德是个小怪物 两人不约而同做出气鼓鼓的表情 你看 时间好像真的有魔法 会将亲密的两个人同化 太阳升起 鲁德亲自将迪塔送到伦敦 为了让迪塔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 鲁德与他约定 两人在留学期间不能打电话写信 可话说得再狠 不舍也会从眼神中露出马脚 鲁德根本无法接受分离 他懦弱地选择了不告而别 当迪塔醒后看到信 不顾一切跑了出去 时光如梭 八年后迪塔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姑娘了 而她成为学院唯一一个获得学位的女学生 18岁女孩被前夫绑架 还被绑匪们言语调戏 男人一脸冷漠走向女孩 随即直接抽了绑匪一巴掌 你不该侮辱女性 虽然鲁德没认出长大后的迪塔 可护妻的意识已经刻进DNA 迪塔看着步步逼近的鲁德 心都要跳出来了 他不明白以前那个温润如玉的男人 怎么变成了如今冷若冰霜的样子 其实八年前迪塔去往伦敦后 迪塔的祖母与鲁家发生了严重的摩擦 两家都是相邻两个村的领头家族 封建的祖母十分反对鲁德送迪塔出国的行为 鲁德在迪塔走后 主动带着全家人来到祖母家解释 哪知那场会面却相当惨烈 祖母家被人放火 一半家人们都葬身火海 而鲁德的家人们却食物中毒 身体多有亏损 两家人都认为这是对方的计谋 而这场恩怨也从家族演变成了村庄之战 虽然鲁德既恨祖母一家 可他依旧秉承着公正的原则 将迪塔等人移交给了祖母 两人擦架而过的瞬间 鲁德有种熟悉的感觉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却听到迪妈喊出迪塔的名字 他当即愣在原地 悄悄偏过头 却不敢看他一眼 而祖母也教训迪塔 无论你和鲁德曾经有过什么关系 但在家族仇恨面前都不值一提 鲁德听到这些话 更是将心底的悸动死死按下 不顾迪塔的呼喊狠心离开 为了确认鲁德的心意 迪塔打听到鲁德今天将在寺庙练剑 一番伪装后悄悄来到鲁德身边 鲁德以为迪塔只是个普通陪练 一把抱住了他 手把手地教他练剑 迪塔慌了呀 我八岁的时候你教我学习 我十八岁再次与你相遇 你依旧在教我东西 乃至鲁德一不小心划伤迪塔 迪塔暴露了身份 鲁德心慌极了 刚想离开就被迪塔抓住手手 迪塔质问他为什么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为什么对自己冷若冰霜 这时鲁德听到脚步声 他怕手下发现迪塔是敌对村庄的人 用白纱将他裹起来带走 迪塔不死心 又将鲁德约到老宅里 迪塔将客厅的灯打开 又摆满了镜子 既然你逃避我 那我就想办法将自己展现在你面前 鲁德慌张无措 他不敢看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容 否则这八年的坚持又算什么 他狠心将吊灯打碎 警告迪塔不要再靠近自己 从你毕业那天起 从你可以分辨是非那天起 我就完成了对你的责任 我们之间再无任何瓜葛 迪塔无法接受这一切 一国八年的生活 他正是靠着对重逢的期盼 才坚持过来的呀 迪塔才不信鲁德的鬼话 如果你真的对我没有感情 你为什么知道我毕业的时间 这八年间又为何不将两家的恩怨告诉我 而独自承担 鲁德隐秘的心事被揭穿当即落荒而逃 第二天一向疼爱迪塔的管家出现 他希望迪塔能将鲁德变回以前温柔的样子 故意将一封求助信掉在地上 迪塔捡起那封信 得知鲁家是交的一个女孩提塔 将会来到鲁家成为鲁德的学生 迪塔顿时心生一记 在两家约定见面的日子 顶替了提塔的身份与鲁德重新见面了 而鲁德因为从未见过长大后迪塔的面容 并未识破她的真身份 她可能是脸皮最后的前妻了 前夫不搭理她 她就伪装成高中生混到家里 鲁德急忙起身来到黑板前 像小时候一样 教导迪塔学写字母 可迪塔根本无心学习 我来是想和你谈恋爱 你去让我学BC 看着迪塔胡搅蛮缠的样子 鲁德一脸无奈 可既然承诺要当人家老师就要负责到底 她走到迪塔身后 轻轻握住她的手 一笔一画地交着 看着近在眼前的美颜 鲁德有一瞬间的恍惚 急忙拉开两人的距离 可当迪塔亮出自己写的字母后 鲁德彻底慌了 她怎么与迪塔一样喜欢写道 随即假装擦拭黑板掩盖心慌 看着眼前的女孩 鲁德总是控制不住回想起儿时的迪塔 真的太像了 这时她却突然打嗝 迪塔顿时兴奋了 老人们说 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打嗝 说出你想念之人的名字 打嗝就会消失 鲁德心须急了乃敢喊迪塔的名字 立刻跑出去连灌几杯水 屋内的迪塔却趁机参观阔别八年的家 她来到缘分极深的厨房内 想起儿时在这里做得种种搞笑之事 忍不住眼泪泛滥 随即又开始搜刮吃食 乃知一不小心将面粉打翻在地 众人听到声响后来到门口 看着眼前的女孩 众人恍惚间都以为见到了迪塔 这话一出鲁德的打嗝立刻停止了 迪塔一脸得意 你看 当你说出想念之人的名字后 打嗝就消失了吧 两人随即再次回到书房学习 迪塔调皮地拿起放大镜查看鲁德 而这也是两人时的小把戏 鲁德心理防线步步撤退 他忍不住冲迪塔发火 让他专心学习 迪塔根本不再怕的 八岁的时候我能拿捏你 十八岁还不能将你按在地上摩擦 立刻摆出一副要哭的模样 鲁德果然慌了 你你哭啥呀 如此可爱漂亮有魅力 如今却被你骂得狗血淋头 鲁德磕磕巴巴道歉 迪塔却说如今只有吃上我最爱的甜品 才能消除我的悲伤 鲁德又想起迪塔儿时也最爱吃甜品 一波波地冲击 让他封印八年的记忆慢慢苏醒 他是真的没办法了呀 只能落荒而逃 迪塔悄悄潜入儿时的房间 谁知突然被石头砸中 他一脸惊恐急忙跑了出去 来到客厅后 却看到鲁德抱着面具人耐心地安抚着 当男人揭开面具 居然是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鲁巴 他找到夏兰询问真相 原来当年鲁家与祖母家结仇后 祖母家派人先是诬陷鲁叔是杀人犯 再派人将鲁巴打成了精神病 鲁德忍无可忍 当着神女的面发誓要与祖母家是不两立 迪塔难过极了 他终于理解鲁德为何如此抗拒自己 小时候是他守护着自己 如今该轮到他来守护两人的感情了 乃至此时一个男人来到鲁家 自称是提塔家的仆人 要将提塔接回家 迪塔怕泄露身份急忙躲进一个屋内 可当他打开灯后彻底蒙了 这里存放了所有他与鲁德的合照 属于他们的两年 全部都被好好珍藏 就连他儿时所有的玩具都被保存着 原来啊 那个男人瞒着所有人爱了自己八年 这时迪塔发现盒内的信封 这居然是鲁德这些年给迪塔写的信 只是从未被寄出去 鲁德在信中诉说着自己对迪塔的思念 面对两家仇恨的痛苦 以及无法相认的压抑 迪塔此时无比确认了一件事 他们是相爱的 这时鲁德来到房间 他彻底疯了 谁允许你进入这个房间 谁让你触碰迪塔的一切 随即狠狠拉着迪塔出去 要求他再也不要来到鲁家 男人将八年没见的前妻摔在地上 还威胁他不准在他进家门 女人却放下狠话 直到你承认还爱着迪塔 否则我不会离开 鲁德根本听不得迪塔这个名字 直接拉着迪塔将他扔到屋外 可迪塔却越挫越勇 在鲁爸生日这天不请自来 还故意准备了他儿时最喜欢的甜品 鲁德不可控制地想起迪塔 他大声质问众人 是谁将甜品带到家里 我说过家里绝不允许出现这个 迪塔勇敢承认 鲁德拿起甜品就要扔掉 迪塔出手阻止 鲁德没办法刚想离开再次被抓住 迪塔试图说服鲁德 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酸甜苦辣 你不应该将甜排除生活 可鲁德一脸冷漠着说 我的生活不需要甜蜜 这八年来我从没有甜蜜过 迪塔瞧见一旁的辣椒 行啊 既然你火气那么大 那就多吃一点辣椒吧 乃至鲁德倔脾气上来 竟然真的生吃了辣椒 迪塔脾气也被激了出来 两人莫名开始了吃辣椒比赛 看着迪塔快要辣哭了 还试图说服自己 鲁德忍不住直接给他塞了个甜品 这对你们来说也许只是一个甜品 可对我来说 它却是一个尘封已久的回忆 而我早已决定将它们全都埋葬 迪塔看着鲁德挣扎痛苦的表情 忍不住直接分了一半甜品在他嘴里 鲁德愣住 这久违的味道让他落荒而逃 他来到窗前想扔掉甜品 可脑海里都是迪塔的影子 他还是没忍住吃了下去 八年了 他被家族仇恨压垮了相容 从未允许自己一秒沉浸在过去 可就是现在 请容许自己稍稍放纵一下对迪塔的感情吧 身后的迪塔看着鲁德落寞的背影 他决心一定要让鲁德承认对迪塔的爱 让他不再用冷漠将所有温暖聚之门外 于是来到家里的钢琴前 故意胡乱弹奏一番吸引鲁德的注意 还说要将这台钢琴带回自己家 鲁德立刻紧张地拒绝 迪塔见他上钩继续说 如果你能证明你会弹 那我就不动他 鲁德轻轻抚摸着钢琴 眼神里有挣扎和留恋 可他最后还是流畅地弹出那首 第一次叫迪塔唱的歌曲 他边弹边流泪 小迪塔可爱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鲁叔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八年了 你再次弹出这首歌曲 鲁德如梦初醒般离开 迪塔询问他为什么哭泣 鲁德却嘴硬不承认 迪塔只得轻声哼唱起那首歌谣 鲁德忍无可忍 他打开门警告迪塔 明天将是他留在鲁家学习的最后一天 以后都不准再踏入鲁家门槛 迪塔立刻有了危机感 他必须在最后一天 让鲁德承认自己的心意 于是他穿上律师服出现在鲁德面前 一起打破很多救赎 一起为了律师梦携手奋斗 对迪塔的回忆越浓 现实中的鲁德就越抗拒 他想离开却被迪塔百般阻止 两人争执间 蜡烛点燃了律师袍 鲁德不管不顾用手熄灭了火苗 迪塔故意问他 像这种廉价的袍子街上到处都是 你为什么要拼命保护他 鲁德小心翼翼整理好袍子 就像在整理他与迪塔过往的一切 受了一天的刺激 鲁德终于忍不住了 他能感受到迪塔在不停刺激自己回忆过去 于是将他关进了小黑屋 迪塔满脑子想的确实还要怎么做 才能更刺激鲁德 于是他干了件很羞耻的事情 七个小时后 鲁德打开了房门 一个装满黄色液体的瓶子滚落在脚边 看着迪塔满脸的羞耻 再看看液体颜色 鲁德瞬间啥都懂了 然后 他就不道德地大笑了出来 他想起迪塔来鲁家第一晚尿床的事情 这是鲁德时隔八年第一次放声大笑 笑声震惊了鲁家所有人 鲁叔若有所思 第二天居然询问迪塔是否可以嫁给鲁德 因为是他给鲁德的生活带来了色彩 迪塔爽快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也想测试一下 鲁德会不会取出迪塔以外的人 于是他给鲁德写了一封表白信 表示要和他结婚 鲁德一脸的凝重 他来到相约的地点 郑重地回绝了迪塔 迪塔不停逼问 我们门当户对 我长得也不丑 还不嫌你老 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 面对迪塔的步步逼问 鲁德脱口而出 因为我心中的位置已经有人了 迪塔问他是谁 可鲁德自己都没想明白 迪塔让他闭上眼睛用心感受 而鲁德会想起的 竟然都是与迪塔重逢后的点点滴滴 迪塔目的达到立刻收手 走前留话说 明天此时他会最后一次询问鲁德的回答 乃至晚上回到家后 鲁爸的病情加重 鲁德耐心地安抚着爸爸 原本稍有悸动的心 在亲人的痛苦面前 再次被自己亲手掐灭 更扎心的是 迪塔的家人得知他依旧与鲁德有联系后 晚上故意派人刺杀鲁家的守卫 还将鲁德送给迪塔的手链留在案发现场 当鲁德捡起那串手链时 他终于下了决心 在第二天与迪塔的会面中 他毫不犹豫答应了与他结婚 为了忘记前妻 男人向18岁少女求婚 却不知眼前的女孩正是前妻伪装而来 迪塔心都碎了 他没想到鲁德居然获取别的女人 婚礼现场两人都够怀心事 迪塔决定要结束这场闹剧 向鲁德坦白自己的身份 而鲁德在这重要关头 也终于梳理清了自己的感情 他告诉迪塔自己不能娶他 迪塔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问他为什么 这一刻 鲁德终于承认了自己对迪塔的感情 迪塔就是那个我心里的人 他是我的梦想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以他为中心 这就是八年来 我从不敢提及他名字的原因 八年前我与他约定过 我永远不会放开他的手 因为之前你做的种种事情 逼迫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对迪塔的感情 我才意识到 我对他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感 失去迪塔的这八年 我是不完整的 因为他与我本就是一体的 鲁德压抑了十年的感情 倾泻而出 他也曾混乱过 逃避过 可最终都抵挡不了内心深处那份爱恋 此时的迪塔心情已经无法言语 到底哪句话 才能回馈一个男人长达十年的爱恋呢 他刚准备告诉鲁德自己的身份 并向他表达自己的爱意 乃至却看到祖母家的人刚好来到这里 迪塔怕暴露身份只得不告而别 第二天碰巧是鲁德与祖母家约定的比键赛事 鲁德以一敌三英勇万分 祖母家的人眼见着比赛就要输掉 就跑到鲁德想把鲁爸绑走 好在迪塔及时出现带着鲁爸离开 乃至半路发生意外 鲁爸被祖母家的人带到比赛现场狠狠殴打 迪塔一路跟随而来 自己的身份也彻底暴露 鲁德为了拯救父亲主动放弃了比赛 鲁家人将所有怒气都撒在迪塔身上 认为他是祖母家派来的间谍 鲁德拿起迪塔的手艺 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后 他的心彻底碎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昨天才向这个旁人诉说心意 今天就要尝受被背叛的滋味 一方是自己对迪塔的感情 一方是亲人对迪塔的指认 鲁德左右为难 两村召开了村委会 鉴定迪塔是否是间谍 因为一旦他间谍的身份被确认 就会成为苦行僧被送往极其艰苦的地方生活 迪塔将决定权交给了鲁德 他质问鲁德是相信自己对他的感情 还是相信自己是个间谍 鲁德沉默不语 而在这沉默中 迪塔明白自己已经被不信任 所以他当众承认自己就是间谍 随即被关进了小黑屋 鲁德整个人都被整废了 想了又想 忍了又忍 最终还是忍不住去找迪塔 他试图说服迪塔否认间谍的身份 迪塔却反问 我们不是敌人吗 你又为什么要帮我 虽然你不是个好人 但你是一位好律师 你应该去帮助更多的人 可迪塔却执拗地说 曾经我将自己的生命给予过你 我说过无论你对我下什么命令我都会遵从 如今也是一样 鲁德气愤于迪塔的固执 而迪塔却执意让鲁德主动撤诉对自己的指控 让他无条件相信自己 鲁德根本不承认 男人每天偷偷与前妻见面 却不答应与他复婚 女人使用美人机让他喂饭 鲁德气不过质问 你自己没手吗 迪塔不气反向说 有啊 可我不想用 鲁德再次被拿捏 乖乖塞了食物进嘴 哪知迪塔却被枪住 鲁德下意识帮他拍背 这可把迪塔惊住了 鲁德也意识到这举止过于亲密 急忙拉开两人的距离 随即落荒而逃 鲁德知道迪塔固执的性格 只要自己不与他复合 他就会以间谍的身份继续被关押 正当他思索着如何救出迪塔时 迪塔已经被村民们关押起来 要用火烫活活将他烫成哑巴 危机时刻鲁德及时出现 他怒斥众人居然对迪塔动用私刑 让他们全都滚出去 随即急忙帮迪塔解绑 可迪塔仿佛判若两人 一脸冷漠从鲁德身边走过 急忙扶起晕在地上的迪妈 原来刚刚迪妈得知迪塔被绑架后 急忙冲入房间想保护女儿 乃至却被打晕在地 迪塔将这份筹记在鲁德身上 认为正是他固执地不肯与自己附和 才让局势发展成如今模样 而迪妈醒后 也以性命为妖协 让迪塔彻底断了与鲁德的联系 并要求他回到伦敦继续深造 迪塔没办法指得答应 第二天祖母家为迪塔举办了送行仪式 鲁德得知这件事后 失去的恐惧感让他动物 他不应该让家族仇恨阻挡自己与迪塔的爱 于是假扮成皮尸奴的模样混进祖母家 准备当众向迪塔告白 迪塔发现鲁德的身份后 急忙将他拉到储物间 想劝说他赶紧离开 可鲁德却开启了情话攻势 你早已融入我的生命里 当我听到你的名字时 当我每个午夜梦回时 这种爱早已与八年前的承诺融为一体 我应该早点对你说这三个字 我爱你 迪塔彻底沦陷了 可回想起母亲的阻拦 迪塔还是犹豫了 而在这犹豫中 鲁德看出了拒绝 他表示如果你不接受我 我可以永远从你的世界消失 这招必杀迹一出 迪塔果然极不可耐将鲁德拉回 你怎么还不明白 以前我是爱你的 而如今 我们早已合二为一 这场贯穿了两人十年的爱恋 终于在此刻尘埃落定 两人轻轻贴着脸颊 感受着彼此的体温 此时鲁叔却带着众人来到祖母家要忍 双方之间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迪塔的表姐趁机溜到屋内 迪塔恳求表姐成全两人的感情 并让她将两人的情况告诉迪妈 表姐于心不忍只得去找迪妈 迪妈回想着两人十年走来也不容易 最终还是屈服了 迪塔得到母亲的答应后 立刻与鲁德逃了出来 晚上两人来到一个破屋里 都说情侣一旦闲下来就会搞事 果然迪塔无意间说起 留学期间经常向朋友们说起鲁德 鲁德下意识问 朋友是男是女 男孩啊 鲁德的醋坛子立刻翻了 迪塔一脸得意 哦哟 你很在意性别吗 鲁德别扭扭地说 没有啊 如果你有女性朋友我也不会在意的 鲁德一听这话 这反击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还在想怎么向你介绍我的女性朋友呢 迪塔瞬间不淡定了 气鼓鼓地坐在地上 鲁德自作自受 只得好声好气地哄着 迪塔顺着肝子故意刺激鲁德 你真的没有吃醋 迄今为止 我见过你很多表情 但我最喜欢你现在极度的样子 两人瞬间都被逗笑了 第二天两人给各自家人打去了电话 他们决定用婚姻结束两家的恩怨 如果他们答应就前来参加婚礼 新婚之夜的男人有多心机 悄悄往妻子脸上涂抹香料 迪塔忍不住轻轻贴近鲁德 谁知此时家人出现一枪崩了鲁德 迪塔满脸是血 立刻吓得从梦中惊醒 鲁德听到声响急忙赶来安抚 并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他 此时迪塔听到有人喊他 刚想站起却被衣服扯倒 鲁德眼神都开始变了 我们一起做件坏事吧 这样就可以永远被靠在一起 果然 男人骚起来 就没女人什么事了 迪塔咧着嘴 随即跑了出去 鲁德来到他身边 保证无论婚前还是婚后 他永远都会尊重迪塔的意愿 随即准备离开 迪塔拉住他的手 我的呼吸 我的灵魂 我的一切都属于你的 鲁德温柔地看着迪塔 忍不住吻上额头 心意相通的恋爱 好像做什么都是甜蜜的 随即鲁德神神秘秘带着迪塔 将一份礼物呈现在面前 一件新娘的沙利 和他亲手制作的首饰 由于两人逃亡在外 无二的婚礼 迪塔万分真是 这是属于他独一无二的宝藏 在附近村民的帮助下 两人举办了婚礼 乃至此时管家赶来 他说鲁叔为了阻止两人的婚礼 正在为夏兰的女儿举行同婚 鲁德为了救人不顾一切跑到家里 他质问鲁叔为什么执迷不悟 当年的迪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乃至鲁叔正是掐准鲁德的命脉 明白他不会将同婚置之不理 才故意以此威胁他回家 而另一边的迪塔 没有等来自己的新郎 反而被家人发现强行带回了祖母家 两个村子再次发生摩擦 祖母村的人给鲁德村的孩子们 投喂了有毒食品 而鲁德村的人放火烧了祖母的家 鲁德担心迪塔有危险 毫不犹豫冲进火海中 与迪塔分工合作 将家里人都救了出去 乃至两家人还在互相指责 迪塔与鲁德质问重任 这种互相迫害的行为还要继续多久 怨恨并不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发展 两人手牵着手 决心要用联姻化解双方的恩怨 祖母和鲁叔答应了下来 双方家族很快坐在一起商定了婚事 八年后 两人终于迎来这场真正的婚礼 鲁德送给迪塔一份独特的礼物 一件由他定制的律师服 并亲手给迪塔穿上 两人正是因为拥有同一个律师梦 才携手走过十年风雨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女孩穿上这件衣服 他终于将最好的自己展现在他面前 鲁德这个骚男人还是忍不住了 迪塔脸都可以烙鸡蛋了 众目睽睽之下 你怎么不上天哪 仪式完成后 迪塔再次以儿媳的身份来到鲁家 他进家门的每一步 都让迪塔忍不住回想起 那年八岁懵懂的自己 鲁家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如今家里终于迎来真正的女主人了 一旁的鲁德已经搓搓小手想抱媳妇了 乃至却被告知 按照传统风俗 今晚两人不能见面 新婚之夜必须要在明晚举行 鲁德快要哭了 倒嘴的肥羊又飞了 这让一个母胎单身三十年的人如何是好 他与夏兰讨价还价 我只看媳妇一眼 以后每天帮你带孩子 还会进厨房打下手 夏兰才不信他的鬼话 直接将两人分开 可鲁德万万没想到 新婚之夜迪塔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结婚当晚 新娘却变成一堆废品 鲁德急忙四处寻找 却不知迪塔悄悄走到他身后 在在 自己老婆都能认错呀 鲁德得知被捉弄 追着迪塔一阵嬉戏打闹 随即一起跌倒在床上 迪塔害羞地慢慢起身 他痴痴地看着迪塔 现在我们终于 合情合理合法了 后面的情节不好看 我们就略过吧 九个月后 小小迪塔和小小鲁德出生了 在迪塔眼中 他感激于八岁那年 婚礼上与鲁德的初次相遇 是他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是他给了自己一个家 是他让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到了更辽阔的世界 第一次写字时的懵懂 第一次穿西服时的忐忑 第一天上学的兴奋 第一次生理期的无措 第一个为了捍卫女性 全力打了男性的人 第一次远赴他国留学 第一次品尝爱情的酸甜苦辣 迪塔人生中 每一笔的浓诺重彩 都是鲁德亲手给他画上去的 用爱情来形容 两人的感情似乎过于单薄 而在鲁德眼中呢 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却并不是在婚礼 那是他留学回国的第一天 回程路上 看到一个手里拿信的小女孩 急匆匆掠过马车 不顾一切的将信交给游地员 而那正是迪塔要寄给未来丈夫 最后却落在鲁德手中的 那封婚前写一书 也许这就是冥冥中天注定吧 鲁德回国后 势必要用先进的思维 破除当地的救赎 而迪塔就是他手里的 那把所向披靡的剑 他用心血将这柄剑打磨尖锐 他用思想指引这柄剑 刺穿所有禁锢 他们相辅相成 他们本就是一体的